是誰居然敢讓天后蕾哈娜 上演風吹沙戲碼 還要奧斯卡影后 放下身段學猴子爬樹 這一切都是為了他 Vogue 最近在台灣展出的 Vogue跨世紀時尚攝影展 從紐約 倫敦 巴黎 空運來台上百件增強作品 就讓我們用三個關鍵字來了解 Vogue為什麼能在時尚圈橫著走 第一個關鍵字 攝影大師 1909年 尚康德納買了 他把女性的重點變得更加重 他第一次介紹了拍攝 拍攝不僅是社會的女性 但也在拍攝 Vogue的合作名單 臥虎藏龍 各個都是攝影名師 我們常常在長長長長的生意 我們看到這次拍攝 開始拍攝 他們繼續在Vogue 我認為這次拍攝 拍攝 我認為這次拍攝 拍攝 Vogue 第二個關鍵字 超級名模 戰後快速崛起的超模熱潮 背後的一大推手 正是Vogue Oh, I'm a movie star I don't want to, you know Demean myself by embracing fashion I'm just gonna wear, you know Dirty sneakers and a pair of jeans But I'm a serious actress So, because we didn't have the actresses We needed those superstars We needed the supermodels And they loved it 從石柱集的Lisa Tricky 到後來大家熟知的Kidmos Naomi Campbell 或近來崛起的新生代 Kara 和Gigi 沒上過Vogue封面 別說你是超模 第三個關鍵字 惡魔總編 相信不少人都看過 穿著Prada的惡魔 每一飾演的惡魔總編 可是真有其人 她就是美國Vogue總編輯 Anna Wintour 這個我們叫Anna 威娜 這個很可愛 在時尚圈 一切她說了算 她是第一個把女性 送上雜誌封面的人 也曾因為把風吞金夫妻 放上封面而被網友罵翻 Vogue是Anna的網站 你居住在這個教堂 然後她說Anna是我們 一個大聖子的教堂 我會說是聖子 儘管不夠言笑 不過我想那是因為 她認真看待時尚這件事 我覺得 時尚要被人觸碰 觸碰 人觸碰 我認為 對 對 不 因為 寶貫